甚至你还可以做人生规划 我这边有个简单的例子 所以我们一开始 比如说你 我们很 身为老师 如果你可以教到一个很有自觉 很有想法的学生 你是一辈子会觉得很高兴 对不对 那所以这种有自觉的学生 是非常难忍可贵 那但是我们 是可以去教出 有这种想法的学生 那要怎么教 你一开始在给他做人生规划的时候 假使他 我们就教他这个方法 假使他想成为一个电动游戏设计师 那他可以上网找一下 成为电动游戏设计师 需要会哪些能力 对不对 那不管你是Google 还是找那个什么101 就会找到这些东西 要会写脚本 设计 要会写程式 然后要有设计功力 要简单的熟悉心理学 要什么 要这些东西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要有哪些细部的内容 这个很容易Google的到 你就把它整理 让他整理一下 那第二阶段呢 我要做什么事 第二阶段你整理好之后 请你要让他想这件事 刚刚的会写脚本的呗 那你就要思考 那我国小的时候可以做什么 我国中的时候可以做什么 那我平常又可以做什么 所以他就会发现说 我不用出社会才去练这个东西啊 你看我国小的时候就可以在作文课 我就可以练习这个说故事的能力 然后我在我甚至可以 如果我觉得这个作文能力对我很重要 我甚至会去巴结我的国文老师 让国文老师很喜欢你 那你就会很喜欢上他的课 他也会特别的对你好一点 会教你更多东西 或者甚至参加这一类的社团 去练习这特别练习这样的能力 你就会发现说经过你的思考 你可以规划出一些 我现在就可以做的事情 我平常就可以做的事情 然后我上高中大学还可以往哪边去处理 所以他就会对人生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有个长远的规划 那这个就是第二步 那第三步呢 当你规划出来之后 你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把国中小 可以做的通通放在国中小放在一起 那这个就会变成具体行动的努力清单 所以我国小我就专门做这些事 那等我上国中了之后 上了那个大学之后 我就可以再练习进阶的事情 那我平常在家里 也可以多接触这些事情 各位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有规划的人生 这个人生这小朋友只要有规划 他就会拥有自主的能力 也会慢慢的你在教他一些方法 可以拥有后续认知的监控能力 他会很有主动性 你基本上有这种主动性的孩子 你未来是不用担心他了 你就不用担心他了 所以为什么我特别推新制图 他的用法真的是非常的多 你不担心他就会担心他 他是这样子你不存在 你是即将他们在家里可以担心